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莱财经 今天的股市稳丝不动 没啥特别可说的 我们来说一个敏感的话题 中美最新博弈 有专家说 一旦美国降息 将会有一万亿美元的资金回流到中国 大量的资金流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好事情 这意味着市场会增添活力 不管是收入还是经商环境都会改善 那么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 理论上的确是这样 因为前几年 美联储加息就意味着在其他国家投资可能只有2%的收益 但是在美国就有5.5%的收益 所以会导致全球美元疯狂的回流美国 对国市场一下子被抽走了大量的资金 生产投资全都缺钱 就会出现工厂倒闭 工人失业 从而引发经济的不景气 而一旦美联储开始降息 那就意味着形势会发生改变 虽然不会是所有人 但是历史规律表明 总会有人拿着钱从美国跑路 当大量资金流到其他国家的时候 就会带来一大笔投资 工厂有了钱就可以扩大生产 重新招人 大家最担心的失业 降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一套理论的逻辑的确是正确的 但仅仅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 因为美国人非常清楚 向锡汇带来资金出逃的危害 也就是说资本会去寻找更有价值的市场 那么全世界有这个体量的市场在哪呢 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国 但这也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 所以一定会出手干预 而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设置了四道阻联锁 首先第一道就是 爆雷大量实体资产的泡沫 最突出的就是房地产 降低中国资产的行李 同时让人民币承受更高的贬值压力 让外部资金不敢投入 第二道阻拦锁是设置在资本市场上 力捧印度的同时打压中国 比如在MSCI指数里 就大幅降低了中国资产的权重 并全部转移给了印度 甚至中国的权重已经低于印度了 而这个指数是非常重要 因为国际资本配置的时候 会直接按照这个指数的权重来进行投资 那么流入中国的钱自然就会降低 第三道阻拦锁更加厉害 美国众院搞了一个香港经贸办事处的认证法 具体内容有很多 理由也很多 但最终核心目的就是降低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最后一道阻拦锁是在贸易层面 关税层面 在降息前的一刻 大幅提高了汽车半导体光伏的关税 而这些可以说是覆盖了中国所有的优势科技产业 至此 四道阻拦锁全部到位 而在以上这四道锁的加持下 资金不会大幅外流 毕竟只要防智了中国 其他国家的经济体量根本无法承接这种量级的资金 这就让美联储和鲍娃尔有了底气 一下子就降了50个基点 同时 不会让那些美元轻而易举的就跑掉 关于上面所说的第三道锁 我们这里来展开一下 为何说它是最致命的 因为一旦这个香港驻美国经贸办被迫关闭了 资本流向香港的道路被卡住 或许会产生活跌效应 那么就此 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也就结束了 首先 香港会失去豁免权 也就是它的特别关税 另外 技术转让的窗口被关了 还有最要命的一点 就是港币这个体系未来怎么办 因为港币与美元是联系汇率制度 这个体系未来怎么处置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而且它的连带反应也很强 深圳 广州会首当其冲 要知道百余年来 这个地方的繁荣 其实主要就是依托于香港的金融地位和贸易地位 依托于香港的口岸意义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 这项法案并不直接要求 立即撤销香港的所有驻美经贸代表处 而是设立了一个评估机制 可能导致这些办事处失去特权或者是最终被关闭 这是为何呢 因为美国国内反对的声量巨大 要知道 美国与香港保持了十年的顺差 对香港产生了2800亿美元的顺差 另外美国在香港有1200多家企业 所以说如果最终香港被踢出 对美国企业的影响也不小 但所有问题 似乎都无法和战略高度对抗 尽管两党风起很大 但是在中国问题上 他们是高度一致的 所以目前也只是给出了缓冲期 关于第四道阻拦所提到了关税 这里我们也来展开一下 今天 布鲁塞尔启动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申诉程序 至于中国政府在欧洲宣布对中国电路机车征收附加税后 中方发起的对欧盟乳制品的反倾销调查 此举被认为 标志着中欧贸易争端再度升级 近期 对中国电路机车征收附加税收 是布鲁塞尔近期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中方加到游税力度后 西班牙和德国近期出现了改变 并呼吁成员国对增收进口电路机车附加税问题 重新审视其立场以避免贸易战 媒体指出 欧盟目前正对中国有44项调查和惩罚关税 而中国一旦还手就违法了 这次 中国调查乳制品也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的 连加税决定都没有做出 好吧 无论如何 公说公有理 但是都没啥用 因为WTO这个组织已经名存实亡了 回顾历史 中国是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的 这20多年来 可以说是享受到许多红利 包括挖到第一桶金的那些互联网新贵们 都是在中国入市后的几年内 才迎来了高速发展 WTO本质是一个贸易协议和违反协议后的上诉机制的机构 而这个机构得以成立的背景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 那时候各国都在大规模的提高关税 都希望能够缩减进口增加出口 以此来增加本国就业 但是在国际贸易中 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互惠互利 不能只是一方得利 但在各国关税比较混乱的情况下 实际上就打破了这种互惠的原则 这就需要所有国家消除原来的贸易壁垒 建立一套适应全球化贸易的协定 大家都遵守同样的规则 如果一个成员损害了别人利益 对方就可以去WTO提出上诉要求仲裁 中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正式申请加入WTO 那中国首先遇到的问题 就是当时是计划经济 跟西方的市场经济是有差别的 所谓计划经济 我们打个比方 在80年代的中国 买瓶可乐只能到指定的外贸商店 就是当时每个城市都有的有益商店才能买到 除了钱还得有票 当时中国进口的商品关税是很高的 要走配额 商品价格也都是官方制定 而从1986年开始的入市谈判 一谈就是15年 最终中国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等一系列 适应WTO要求的改革 跟美国达成了一致 在2001年成功入市 这才带来了之后2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 当时中国为了加入WTO做出了很多承诺 在商务部的网站上也能看到原本 其中包含了非歧视原则 中国承诺对外国人和企业跟国内一样 取消各类补贴 特别是对国企的补贴 还有开放成品油市场 包括电信通讯这些市场 还有逐步取消汽车的整车和零配件的关税等等 还包括开放金融机构 包括银行 证券 保险业 入市五年之后 取消所有地域限制 甚至是外国的律师 可以在中国开事务所 注意 上面所说的只是承诺 对线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忍者见忍吧 不过当时也确实留了一个伏笔 就是中国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 加入WTO 当时说是在入市满15年之后 也就是2016年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但到了2016年 当年的欧盟就拒绝同意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日本美国同样如此 拒绝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那么这个承认与不承认有什么关系呢 说白了就是 如果承认了 中国就可以以低价向外卖货 不承认就会被认为是倾销 是政府在干预市场 是不正当竞争 就可以征收高关税 中国肯定是不愿意的 就向WTO提出申诉 但是申诉了三年 不但没有结果 申诉也被迫停止了 记住 这个时间点是2019年 为何呢 因为在2019年 WTO这个组织 它本身的上诉机制失效了 这个组织已经名存死亡了 在这个WTO的上诉机构里 正常来说 应该常设七个法官 每个任期是四年 法官的选举 需要164个成员国 依据同意才能当选 但是到了2019年之后 就只剩下一名在这法官 而且还是个中国籍的 而根据WTO的规定 解决一个争端 至少需要三名法官 所以从2019年开始 WTO就已经瘫痪了 于是各个国家 就开始自己组联盟 其中最有实力的是 目前日本主导的CPTPP 全称是 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它的前身是2015年达成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就是TPP 成员国包括美国 等总共12个国家 但是在川普当选后 美国就退出了 日本不想半途而废 就开始主导推进 并最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之后英国加入 这个组织还是12个国家 它覆盖的范围 有5亿多人口 GDP总数大概在 15万亿多美元 占全球GDP的15% 2021年的时候 中国也正式提出了 加入申请 加入的好处显而易见 在这个组织里面 商品贸易是高度自由化 各个成员国之间 基本是零关税 就这一点就超越了WTO的条款 但是加入的门槛也非常高 首先就是前面所说的 国家必须具备市场经济的条件 那到目前 美国 欧盟 日本 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就这一个门槛就很难迈进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要求 例如需要其他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而和WTO最大的不同在于 WTO是承诺制 承诺了可以加入 CPTTP是检查制 也就是说 得先打标才能加入 当然 最终背后都是利益的博弈和交换 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 谁知道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还是要强调一下 输论和凑之处在所难免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稿件 美元降息意味着美元加息策略的终结 意味着收缩全球流动性的大战略开始进行缓解 意味着市场中的资金池会发生流动 这是大趋势 但在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下 注定这里会诞生出很多金融奇葩的现象 最后 祝大家投资顺利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